舒雅 舒雅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元宝 发现什么了 只是觉得这个伤口很奇怪 不像是被戳开的 反而像是被剖开的 他这段时间躲躲藏藏 很可能是被别人伤过了 卢华 在 把苏清末的尸体抬下去 好好安葬 是 来 慢点 小心 小心啊 来 小心台阶 这苏清末真是私有余无 田师兄 可以给我看一眼吗 看吧 来 还请各位师兄们 帮我瞒着点钱钱 放心吧 我们不会告诉他的 走吧 他就属于 这么晚了 舒雅要去哪里 爹 先把玉佩给我 还给你 好让你去连更多的魁奴吗 我不能再看着你错下去了 爹 我这么做是为了对付妖虎 对付北明 我不想再让他们侵犯我们人族了 你还敢骗我 你是知道元宝在北明 你连魁奴 是为了逼他出北明 去岁月山献祭罢了 我对你真是太失望了 你为了得到施魁王的力量 博择手段 残害百姓 只会让我们霍家被千夫所持 留下千古骂名 以后我到了黄泉之下 有什么脸面去见霍家的列祖列宗啊 爹 我 当初 如果没有帮你陷害长月 也不会看着你一步一步 堕落成这个样子 爹 我 舒雅 回头吧 舒雅 悬崖勒马一切还来得及 爹不能看着你一步一步 继续错下去了 爹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知错能改 然莫大言 然莫大言 我这就将这害人的东西毁了去 此情了断吧 然后带着你去给大家求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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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爹 孩儿到了这一步 已经没有办法回头了 可我是你爹 你闭嘴 你当初杀我娘的时候 你又想过 她是你的棋子吗 你 不舒雅 你 霍叔 霍叔 你没事吧 霍兄 发生何事了 我们追 走 不用追了 我与此人恩断义绝 再无瓜葛 我始终都没想明白 为何霍叔牙会变成如今这副模样 这是霍家的家事 我们外人也不方便插手 你还完新魂之后 也早日回来 对了 元宝 外面可不比骑山门 一切都要小心谨慎 去到北明之后 万万不能任性胡闹 照顾好自己 知道了 爹 还有 还有什么呀 您再唠叨下去 您女儿我的耳朵 要挤这么厚一层见 你这 秦闷主放心 我会照顾好元宝 还有 爹 您别光顾着说我了 我不在您身边 您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知道了吗 哼 教训起你爹的 我这不也是担心你吗 走吧 走 走 走 那个 我要和我姑父回西山门了 你有什么打算吗 这些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 我还没想好 那你和我一起回西山门吧 虽然我知道我们北玄城 的确是比不上你们的苏云城 但是好玩的东西有很多 我答应你 如果你愿意去 我一定天天陪你过 不会让你无聊的 我才不稀罕呢 好吧 找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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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哪儿找到的 在我房间 天将将晴修于私人也 必先饿齐体肤 我决定 从即日起 我开始 闭谷 你确定 确定 既是如此 那我陪你 闭谷开始 你船游 你怎么骑人 你怎么过来 我来 不相声 你安排 想吃包子吗 不吃 我取渊宝这个人先来一言九弟 就算是为你饿死 我也心甘情愿 取 真是 这古书该看的也看了 该翻的也翻了 法子也都试了 怎么还是一点用都没有啊 肯定还有别的法子的 你们北民的古籍都在这儿了吗 倒也不是 还有个地方 拿